中国信托银行引领数位金融创新 落实普惠金融 打造无时不在 无所不在 且最有温度的服务 We are family 从财经大小事 聊到省钱小秘诀 一起打造属于你的理财金之堂 欢迎收听 不管啦给我钱 大家好我是财琴 我是强妮 最近大家都在出国 我也要准备出国了 只是让你羡慕啊 对现在就在还债录节目给你们听 好回归正题就是 应该没有人不想省钱吧 如果啊出国可以订到又好又便宜的机票 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帮大家整理 订机票的攻略啦 而且啊说到这个订机票 因为我每次出国 出国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其中机票啊也许就占了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 如果是对自己比较好的 可能他去比较远的 然后又做比较好的仓等 那真的有可能会花到一半 对那个费用是可观啊 那不管怎么样啊 反正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省了一点机票钱 也许我们在shopping的时候就可以更进行 对或是多喝一杯饮料这样 我自己也是从来没有订过机票 那强妮你有订过吗 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我是没有自己订过机票没错 所以你都怎么去的 呃搭飞机 都是不是啊 我说就是都是你的家人吗 帮你订你的家人朋友 哦对 我从小到大 虽然之前有分享过嘛 我大部分的旅行都在台湾完成 你很爱台湾 呃这是一个原因啊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家境比较不富裕 出国毕竟有点贵 钱都卡在ETF里面 就是对出国没有这么高的憧憬 那其实 哎呦毕竟活了三十几岁 你只对住的地方有兴趣 之前我们有问过 对所以去的国家都集中在亚洲 然后小时候可能跟家人出国 可能去个泰国啊 去个新加坡 那出钱的肯定是爸爸妈妈嘛 父母处理 父母出钱 对出钱的最大 订机票当然是 全部听他们 他们的事 那以前也不太流行自由行 而且家人带着小孩 这个通常都是交给旅行社来搞定 一手包办 对所以也不知道机票怎么订 长大之后 像是我大学毕旅的时候 跟班上一大群朋友去香港玩 然后工作的时候 比较早期又跟一群同事一起去日本玩 但因为都是一整群人 所以刚好啊 没轮到你 主旧订票的那个负责人 都不是落在我的肩上 那你负责行程 对有负责出一些意见 出一些意见 所以就刚好都错开 那后来还有在公司 因为有两次出差的机会 不过因为出差嘛 所以也不是自己要去负责订机票 但其实现在想一想 好像也蛮可惜 因为如果你负责订机票 那个信用卡又回馈 这还不错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一个小配方 对就是最近我也才刚办完信用卡 等不及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攻略 那我们今天就马上来开始 不过可能会有些听众觉得 我们就爱嘴炮 因为根本没有自己订过机票 下次一定 成年人的下次一定 反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讨论会 教学乡长 如果听众有更多更厉害的攻略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对不要尝试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想要分享的第一件事 是比较基础的 我们想要提醒所有的听众 最基本的我们订机票之后 一定要记得付钱 因为其实就像订高铁票一样 我们下单并不代表已经拿到机票了 因为我们订完搬机之后 航空公司会给一个最晚的开票时间 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在那个时间内付款 付款完成后才会收到那个电子机票 完成开票的手续 如果啊你不小心忘记了延误了付款 那只能跟机会说拜拜 就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了 这个算很基本 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订过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 还好有差 那另外啊 我们也讲到日期的选择 也是有Payboard哦 一般而言啊 平日出国一定就是比假日出国 还要更便宜一点啦 通常而言 那这是因为假日包含了 长假期跟节日嘛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个时间出去玩 那需求就会增加 而航空公司跟旅行业者 他们就是通常会提高价格 去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而相反的 如果平日的旅行需求比较低的话 他的机票价格通常就是会比较竞争性 所以他就会提供更多的优惠跟促销 另外啊 这个订机票的时间点 其实也蛮有关系的 这个时间点啊 当然不是指说 我们要挑那个半夜来订机票 半夜三点来下单 对 半夜三点来抢票 是指这个飞机航班的时刻 其实也蛮好理解的 越冷门的时段 基本上就可能越便宜 像是深夜啊 或者是清晨 那价格就有机会比较便宜 因为订的人比较少嘛 这我自己也蛮有经验的 因为我记得很深刻 大学碧旅那一次 我们一群人去香港玩 虽然不是我订的 但我们都有讨论订什么时候 那大家为了省钱嘛 穷学生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很鸟 很清晨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大半夜 先跑到机场睡了一觉 真的假的 就是这样 真的直接躺平睡觉吗 还是坐着这样睡觉 就是坐着 然后大家也都在嘻嘻哈哈 打嘴炮中 昏沉沉度过 那这边要顺便分享一件事 就是机场真的很冷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 要戴好棉被 戴好这个厚一点的外套当棉被 那其实这也有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因为这些时段的航班 就是比较不受欢迎 就是旅客比较少 那航空公司 他就会希望可以填满这些座位 所以他就可以降低价格 去增加需求 其次啊 就是清晨跟深夜 凌晨这种航班的起飞时间 可能就是对大部分的人 就不太方便 因为像是如果是年轻人就比较好啦 可是如果老人家 就真的身体吃不消 那其实建议就不要这样子 像我现在可能也就 吃不太消了 对 现在你已经有钱了就不用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好奇一件事 我们明明坐在同一个班机上 同一个长等 同一个时间出发 为什么我的机票就比隔壁的同学 隔壁的朋友 隔壁的路人贵一点 对啊为什么 这个原因当然很多啦 常见的就可能是 我们订的时间也许比较晚 航空公司已经调高了售价 他这个可能是反映供需的变化 当然如果飞机票卖的非常差 是有可能会降价的 那来自不同的订票平台 APP都不同 对可能就有不同的价格跟促销 所以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订了 还是不要再继续往下看了 就不要再问别人 不然心很痛 如果比较贵的话 那如果你是透过不同的渠道去预定这个机票 可能真的价格上会有差 像航空公司可能就会通过促销活动啊 折扣嘛 或是他那个APP有特定的会员计划等等的 他可以去提供价格的优惠 那如果你没有使用到这些相关的优惠的话 可能就是钱稍微花的多一点 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如果你订的机票可能比较贵 仓等比较好 那是有机会可以去修改你的行程 改变去城回城的日期之类的 但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可能会买的经济舱 或者是我们订的这个连行 基本上要修改啊一定是要付费 甚至是完全不能改 只能让你的机票作废 那我之前有听朋友说 它是在第三方的订票网站 也是完全不能修改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就是后悔莫及 如果可能突然工作上啊 生活上突然有急事就很麻烦 那像是如果是长途班级 像是如果你要飞美国啊或是欧洲 那你就会经过第三地转机点 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日本 新加坡跟曼谷 这些比较热门的经典 那如果你趁着转机的时候在当地停留 你就可以等于是在市区玩个两三天 那这些因为转机的点都是热门经典嘛 所以你就等于是转到一次旅行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你就不用买两张机票 可是你可以多一个体验的感觉 这可能要飞长途 比较有机会 时间多的朋友 呃 枪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因为你不喜欢离开亚洲 我们最近在查资料的时候啊 还有看到一个蛮恐怖的故事 想要跟听众分享 就是有人说啊 他建议你订机票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这些便宜的小资组 那最好是早点去搭乘飞机 为什么 早点去登机 因为有些航空公司啊 可能会超卖机票 那甚至把你的机位啊 两个人画在同一个机位上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 如果你运气好 可能比较高级的商务商还没满座 那你可能就会 帮你升等 获得升等的机会 那如果真的没有座位 比较衰呢 对 你就有可能会被赶到下一班飞机上 哇 那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航空公司 它通常就是会先让 比较高级仓位的乘客先上机 这样一来就是我们这种小资组 就很可怜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买廉价机票的时候 最好就是赶快去排队 赶快登机 这样一来你找到座位 空服员也不会这么尴尬的叫你 那个不好意思 这边有人 你赶快下飞机 还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我们买机票的时候 最好是去程跟回程同时买 也就是来回的机票 通常啊 这个单程机票 一定会比较贵一些的 这跟航空公司的定价策略啊 运作啊 等等有关系 可能有几个原因 对 因为航空公司 它需要分配成本 包括飞行啊 燃料 机组人员 还有地面服务等等的 非常多 对于这种单程航班 这些成本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 回程的航班中去分摊的 对我们这种一般人来说啊 通常一定是订来回的机票嘛 因为要上班不太可能 不可能真的爽晚几天 就爽晚几天 对啊 它的那个方便性 整个是比较高的 航空公司啊 也会设定比较便宜 就是两张加起来 比较便宜一点 来方便旅客 那也是吸引大家来下单 买来回的机票 如果你买单程 就要负担比较贵一点 那如果不差钱的话 也是没有差啦 商务旅客 因为通常比较倾向 买单程的机票 因为他们可能要工作嘛 就是比较灵活性一点 那航空公司 他可能就会希望 可以把单程的票价 设在比较高 卖给商务旅客 那当然啊 如果现在有些人 是比较倾向 去抢这个联航的机票 那就有机会 去城跟回城 是不同联航提供 也是有机会比较便宜 那整体来说啊 航空业是一个 蛮竞争激烈的市场 机票的定价啊 很可能会受到其他家 也会受到这个 促销活动的影响 所以来回机票 到底会不会比较便宜 既该如何去应对呢 像我这次就是忘记要去 暑假会遇到很多屁孩出国 对不能这样讲啊 就是遇到很多人 就是可能要跟我一起 去迪士尼玩 那我这边也整理给大家 可能也要去迪士尼啊 或是去很多地方玩的人 像这些热门的时段 他的机票价位 会被平常高输不少 尤其是平常比较便宜的经济舱 它的价格也会跟着拉高 有时候甚至是 可能跟商务仓差 不到几千块 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我自己建议就是 你可以补点差价 干脆就一次升级成商务仓 你的整体体验也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花这个钱 我觉得是会 因为我之前去日本那个时候 搭的是连航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很挤 就是非常不舒服 体验很差 说到这个连航确实 真的蛮拥挤的 很挤 而且你还是女生 你都觉得很挤 我的脚都已经要 这样一直僵着一个小时了 已经比较大只的男生 那真的是 很惨 度时如年 所以跟连航相比 你会选择一般的航空 那如果跟普通的航等比 你会选择加价 升级到商务舱吗 会 如果就是只差一点的话 那当然OK 那你有搭过商务舱吗 当然没有 目前还没 未来这辈子一定要搭一次 对有转机需要的旅客 我们建议可以选择 比较冷门的转机点 因为你竞争的人比较少 需要抢票的人比较少 在价格上也比较有竞争力 所以如果要搭的航空公司 不是台湾本地的航空 从官网订票 可能就会有会差换算的问题 大家在订票的时候 可以多多去利用汇率比价 选择一个最漂亮的价格去付款 可以省下不少钱 但另一个重点是 国外刷卡的手续费 通常手续费是1.5% 如果信用卡的回馈金有超过的话 但你这样算下来 就是还可以再赚一笔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一个很简单的算法 就是反正我们拿出自己的皮夹 看看手上的持卡 如果海外回馈是低于1.5% 那就不要刷了 现在普遍的海外回馈 大概是有个3%左右 相信多办一张卡可以帮自己省不少钱 那像强尼可能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有30几张要看 但像我呢就很轻松 因为我最近才刚办了一张 这个没有合作 就是我自己真的去办 就是我是办了中信来赔信用卡 它的海外消费回馈就是2.8% 算是小白人生中的第一张卡 新成就 对 还不错 那因为我们这集是介绍订机票嘛 所以我们主要就针对买机票这件事 会推荐两张还不错的信用卡 第一张是台信银行的Flygo卡 它的回馈率是5% 那像台湾常见的航空 华航 长荣 星宇 虎航 还有一些旅游网站都适用 那它刷卡上限是一个月33333元 那如果你的机票费用比较高 例如 可能要去美国 或者是你要帮全家人刷卡 帮爸爸妈妈 帮女朋友啊 帮老婆啊 帮小孩刷卡 你可能可以考虑国泰Cube卡 它是3%的小数点回馈 不过它是无上限的 那涵盖的是全球的航空公司 还有国内外的订票网站 跟国内的各大旅行社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的出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留言按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